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TVB节目巡礼,没有出现《星梦全旗3》 《星梦2》也没有像《星梦1》总决赛后 立即播出下一季的广告 但刚刚播出的《星梦全旗2》海外踢馆赛 心底说了一句《星梦全旗3》见 那即是有没有《星梦3》呢? 非天爷爷相信是有的 但未必在短时间内 因为这个模式和年龄层 有机会已经出现选兽疲劳 人家2000万打罗打鼓的青春选兽 被港媒披露收视只有0.3点 前几天更传出腰斩的消息 实际是有参赛者中招要暂停 有消息指日后会将节目调到星期一至五 每一集半小时就连续播三个礼拜 每年一次选兽节目 非天爷爷觉得本身没问题 问题是怎样办? 也视乎参赛者的实力 因为当新鲜感渐渐失去 观众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只是一般的好已经不能够满足 即是当吃惯了 又不是缺钱的情况下 地铁站旁边几元的寿司 很多人都视为劣食 麦当劳已经要用崖字形容了 以前的新秀都是一年一年举办 除了新秀出道的 还有其他途径入行 每年一大堆新人市场 一样消化到 为何才那两年货 已经令人觉得消化不来呢? 市场是一个因素 当年的唱片盛行 经济起飞 市场需要娱乐 需要唱片 自然就多多益善 当年华星签新秀 都不会全数签了 在这个情况下 亦出现资源不足 和歌手解药放生都试过 TVB 现在最欠缺的 就是新血 所以星梦一全数都签了 正如朋友所说 星梦一已经围了 绝大部分的TVB 观众 再来二十多个星梦二 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这个年龄层的观众 或者暂时出现饱和 所以未见TVB 有任何星梦三的公布 相反 同样是歌唱比赛的中年好声音 就得到极大的回响了 政府发牌给电视台 要照顾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需要 即是小朋友 年轻人要吃饭 难道中年老年人是不用吃吗 当年的全家福祿寿 有很多年轻人叫汪明泉 不要再唱了 那时我在Facebook Fanpage 赞文反驳 年轻人需要娱乐 上一辈就不需要吗 汪明泉代表着一个年代 这个年代的人照顾家 一个星期留一个小时给他们都不行 好阻挡你们吗 当时就已经说了 现在的年轻人娱乐 很多选择 可以上网 可以玩手机 可以逛街 看电影 吃饭 唱卡 那一小时 你未玩手机 上网打发了他 留一个小时给长辈 对你其实没影响 中年人需要娱乐 同样可以追梦 有梦想的 歌唱比赛 从来都是年轻人的天下 一下子 有个全香港最大的电视台 举办了一个为中年人而设的歌唱比赛 机会真是千转难逢 反应热烈 也不是没有原因 不过多口说句 中年好声音 相信不会 也千万不好 走星梦全奇的旧路 因为要不一样的模式 才好看 声梦全奇之后用中年好声音承接 出奇不异 非天爷爷相信 就算其他电视台想做 也没办法跟着做 隔离台的支持者 一直强调自己是年轻观众 只是看年轻节目 万一出现中年造星 情何以堪呢 另一个隔离台 可以照跟TVB 只要不怕连踩地雷三连法 就可以了 苏苏小时候高达刚出世 爆红了 出现了很多日本来的A4模型 奇喽喽君曹都有提及过 其中较有名的A4模型系列 叫做蛋卡尔 纯粹抄袭高达造型 连动画都没有 非天爷爷小时候 都在玩具店见过这系列的模型 按照奇喽喽君曹所说 当年的蛋卡尔最终 变成海货 制销 TVB 扮演香港小姐 隔离的隔离台照跟 扮演了一届播完都没人知道的 水雀女 TVB 有声梦传奇 隔离的隔离台 豪花二千万 来个青春选秀 收视低到不见了一个星期 就已经惹来腰斩的传闻 水雀女 有个无敌大海景 谁知隔离的隔离台 很大胆 大摇大摆 抬出二千万出来 直接倒下海了 老实说 青春选秀 其实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 音乐同样来自Johnny Yim 千万不要玩双标 在TVB 说有水准 在隔离的隔离台 就说没有水准 Johnny Yim 同样交足货 至于参赛者 都有唱得好 可惜没有高人指点 问题多罗罗 要说的话 等我开多个channel再说 但机会应该是零的 除非大家不再来听爺爺说TVB 隔离台 连港媒借踩TVB引起话题 宣传自己的节目 隔离的隔离台 就在下一城 变成了弹卡尔的工厂 以为可以撿死鸡啦 但卡尔也要等三四十年 才有超级动漫迷 就像骑骑骑骑那些 四出搜寻的 三四十年 都不知道世界变成什么 青春变成中年 虽然哪里都有外星人 但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外星人 都是那句啦 做回好自己的节目 做回好自己的电视台 就已经什么都够了 即是好像TVB 都说过前十年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但这一两年 开始做回好自己的节目的时候 又有好节目给人看 又有好的收视 大家都好 哪会搞那么多的呢 最后提一提大家 今晚会再有第二集的 第二集我不怕告诉大家 说什么了 说收视 但除了说收视之外 里面有一个惊喜给大家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惊喜 大家留意一下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channel 是者让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的啦 记得订阅喔 Hello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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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锅轴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channel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